我们先做一个圈 把这个圈向下折 然后向右折弯 这边预留一个圈 再从下往上穿过这个圈 向左折弯 再从上往下穿过刚才预留的圈 这边留一个圈 把刚才预留的圈收紧 拿这根线 从两根线中间穿过 翻过来 再从结体中间穿过 收紧 这个钥匙扣就完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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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